兄弟们 和平精英出地铁逃生了 大家都知道吧 上线这么久 我感觉已经住在了铁岸湖了 那么新版本地铁逃生到底该怎么去玩 接下来就由焦师傅焦太郎来教大家 新手入坑子栏 首先游戏玩法就是进入游戏后 打开刷新出的老箱 也可以通过击杀boss和敌人获取物资 然后需要到达地图上的撤离点 成功撤离 我们才能带出物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在游戏内被淘汰 会丢失背包内的所有物品 并且有几率会掉落带入游戏的装备 而地图上这个橙色的点 就是辐射区的入口了 里面会刷新大量的高级物质和装备 同时也会遇到很多玩家 在这里面去必须小心 希望大家认清自己的实力 量力而行 不要进去直接爆装备 在大厅的左面有一个工作台系统 点击开始拆解就可以解锁宝箱 但是拆解需要20个小时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在黑色系统里面 购买宝箱加速券 每天可以购买三个 同时也可以购买工作台宝箱 然后就可以给宝箱加速了 而宝箱可以获取地铁币之外 还可以获得金色和红色枪械 不过我的运气这么不是很好 只开到了30万的地铁币 而在工作台的旁边 有一个生大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游戏等级 升级除了获得地铁币和物之外 还可以获得天赋点 可以提升各项加成 而天赋系统分为常规天赋和奖励天赋 常规天赋分为四级 一级发育二级角色 三级防护 四级进攻 而游戏天赋就比较逆天了 不过结束就只能选择携带一个 选择这个 另一个就无法使用了 以上就是目前主要的内容了 至于装备搭配和打法思路 就要看自己了